好 继续带你来看到花莲市在农历的春节期间 发生了两起的火灾意外事件 市长卫家宴31号的上午前往的探室受灾户 除了发送慰问金之外 也只是社劳客协助办理安全救助等事项 花莲市在农历春节期间发生了两起注农意外事件 市长卫家宴31号上午特别协同社劳客长小职位 先是前往了新一街探室受灾的理性妇人 他们一家六口就住在铁皮木造的五金工具行二楼 在大年初一的清晨全因不明原因起火 索性有安装住宅警报器 及时发挥作用才能协助全家顺利逃生 花莲市长卫家宴除了发送6000元的慰问金之外 也只是社劳客协助办理安全救助等事项 而会让爱卿会会长邱薇翰也在市民代表卫玉胜的陪同下道场 捐赠5000元 慰问金 在这边家宴也要跟我们市民分享 那也希望说如果家中有老旧的一些电器 或者是一些老旧的不管是延长线 或是一些插头 那可能都要做一些部分的整理 那在这边也要跟我们市民朋友呼吁 那是不是家中都能装置一下我们的救警器 就是我们的类似我们火灾的一个警报器 那不管是到消防局去申请或者是说到我们民间去购买 都可以在第一个时间知道起火或是冒烟的一个部分 消防都会马上的来协助处理 感谢我们回来安心会的所有全体同仁 有包一个红包慰问金 那希望能够让这个家属的家庭能够有一个鼓励 跟一个抛砖引玉 也希望其他社会的团体也能够来帮助他们 然后让他们渡过难关 另外一名张姓妇人家 则疑事是除司机引发火警 所幸都没有酿成人员伤亡 而两起事件疑事都与电器有关 市长魏嘉燕也提醒民众天干物造 请大家要注意防火措施 并加装住宅警报器才能在火灾发生时 迅速反应增加逃生机会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导